我被钉在沙发上,要被活活饿死了 我当时正坐在沙发上,在电视上看电影 这是我的猫豆豆,在我的腿上坐下来 它是一只有点胖的猫,所以它小睡很久时,我能感到一些压力 我抚摸了它一会儿,享受着它的陪伴 很高兴它在一段时间后,终于对我有了好感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相处好 它咕噜了一会儿,然后停了下来 我想去做晚饭,但豆豆在我腿上了 我有点左右为难,我不想打扰它睡觉 我最后睡着了,我忘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电视的 但第二天早上,我起晚了 透过窗户的阳光很刺眼,豆豆还在我的腿上 我很惊讶它还在,我盯着它看,想确认它是否还有呼吸 有呼吸,但它昏过去了,一动不动 我试着把它摇醒,但没有用 我只好把它推开,或者说试图努力把它推开 不管用多大力气,我都无法把它弄下来 我开始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试着从它身下出来 我摇晃它,推它,捏它的耳朵和脸 但它就是不动 它没有,那么重吧 我印象中它没有这么重的 几个小时后,我的腿开始麻木 我非常慌张,事情越来越奇怪了 我应该可以把它推下去的 我决定试着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但号码转到了语音信箱 我找到了第二个朋友,语音信箱 我的联系人中只有几个住在这附近 而这些人的电话都打不通 我拨打了911 我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你好,我好像被卡住了 我卡在了沙发上,起不来 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合理 你打错电话了 你应该打给老年人服务中心 不是,不是你所想的那种情况 我被盯在了沙发上,我 抱歉,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些什么 那个人挂断了 美国911挂断了我的电话 他们可以这样做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自己像在梦里 有人吗,救命啊 我大声呼救,但无人回应 我无助地四处摆动 没有办法挪动自己的腿 这时我的腿已经没有知觉了 救救我,求你了 一整天,我都坐在那里 试图从沙发上起来 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我很早就睡着了 接下来的几天也是同样的情况 我渐渐变得饥饿,虚弱 感觉腿变得更为肿和麻木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腿上的重量感觉越来越重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我低头看了看痘痘 它已经提包骨头了 我又看了它一眼 它没有上下起伏 它已经没有呼吸了 一只死掉的猫在我的大腿上 把我困在了沙发上 我觉得自己在沙发里 陷得越来越深 我很无助 它变得比我所能想象的更瘦 我也一样 我试着尽可能多睡觉 试着忽略全身的疼痛 几天来 我在时而清醒 时而昏迷的状态中度过 最后 它终于摔了下去 僵硬的身体 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 从我身上滚了下去 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我迅速站起身 忘了自己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 因为站得太快 我的视线开始变黑 感到极度眩晕 然后我就醒了 那是一场梦 我仍然被钉在沙发上 无助 麻木 全身疼痛 我渴望从这地狱般的噩梦中醒来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但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几个星期了 我用设下的力气 喝掉了留在咖啡桌上的水 我要想不饿死 还是得想一个办法出去 当时一跨进门槛 踏上那不稳过的木地板 我就感到全身都在颤抖 而朋友们 只是一直在那里笑 得了吧 他已经被废弃好多年了 他们笑闹着 冲进了那栋破旧老房子的生活区 附近都是剥落的墙纸 成型的地板 以及五十年代的家具 还有陈旧的报纸文章 散落在房子各处 感觉就像走进了坟墓的中心 这里的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只剩下以前的人留下的纪念物 而现在 这里只是好奇者的游乐场而已 我又往里迈了一步 但还是比较靠近那扇脱落的前门 虽然我很谨慎 不过 说到底 我还是没有拒绝这个邀请 来到这里了 凯西和她那一头火红的头发 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我没有看见她进来 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她的出现吓得我身体一震 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 别害怕 其实真的有鬼 她也没法伤害你的 她小声说道 眼里闪着顽皮的光芒 凯西非常自信 她的性格也很开朗 我也想成为她那样的人 鬼 这个字像难闻的气味那样 弥漫在空气中 这当然是不存在的 但她提起的时候 还是让我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紧张地笑了笑 现在光是一个手势 就能让我神经意尽 这时 她的手指和我的握在了一起 我睁大了眼睛 我惊讶地看着她 但她天真的笑了笑 然后把我拉进了房子里 越往深处探索 我感觉空气就越厚重 我被自己的恐惧 和腐烂木头的摄像味 压得喘不过气来 凯西放开我的手 把注意力转向了地板中央的 一扇小伙伴们 姐妹们 她激动地大声喊道 我真想转身就跑 我能从余光里看到出口 但不知怎的 我把注意力转向了那扇 正在慢慢打开的火板门 一段狭窄的楼梯一直往下 就只有一片黑暗 我的眼睛 什么都看不清 我咽了咽口水 我们该走了 我开了口 但声音太胆怯了 凯西接着说 我要带着手机下去 看看能不能找到 什么很酷的东西 她邪恶地微笑着 好像在嘲笑着我的恐惧 我本来想继续插话的 但我把口水吞下去的时候 她已经下去了一半了 其他人在入口附近 咯咯地笑着 我站在那里 看着她娇小的身躯 被黑暗吞噬 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那个东西 眼睛 就在她身后 闪着金色的眼睛 在角落里 在黑暗中游荡 那唯一的一束光线 非常引人注目 凯西 我尖叫起来 门关上了 姑娘们往后跳了一下 只有我跌跌撞撞地 靠近了一些 里面有东西 我大喊着 一边疯狂地试图 用手指打开舱门 其他人都僵住了 就只有这一次 只有我鼓起了勇气 谁把门关上了 有一个人低声说道 她 她是自己关上了 其他人用颤抖的声音 回复道 其中一人紧张地笑了笑 但所有的一切 对我来说都是噪音 我听到的 只有自己的心跳 凯西 你出个声 我重重敲着舱门喊道 但是传来的 只有一片寂静 没有什么 比沉默更糟糕了 哪怕她尖叫起来 也能证明 有什么事发生了 而现在的处境 让我不禁往坏处想 为什么舱门没有打开 为什么凯西 没有任何动静 我没法把门拉开 我捣坐在了地上 手指因为刚刚用力 抓木头舱门而发红 开裂出血了 突然舱门飞了起来 然后传来了一阵阵大笑声 凯西的笑容 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我吃惊地震大了眼睛 她在笑 或者可以说是在咆哮 我抓到你们了 姐妹们 我呆呆地盯着她的脸 她的话在我脑海中回荡着 我眨了眨眼睛 心里的恐惧感越来越强 我跌倒了 但很快又爬了起来 我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肾上腺素猛烈送往我的心脏 她怀里抱着一只小小的 黄色眼睛的猫 看到这里 我终于缓过身来 我又开始闻到那发霉的气味 我的脸热了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气得满脸通红 尴尬的红 还是羞愧的红 我是真的以为凯西遇到什么危险了 直到一小时后 我们从公交上下来 我还是一句话都没说 其他人却笑得特别厉害 好像肋骨都要笑断掉了 而我保持着沉默 凯西也保持着和先前一样的沉默 姐妹们从那栋房子里拿了些旧书 还有人拿了首饰 凯西则抱了一只猫 我们在公交车站坐着 等着转车去动物收容所 还浏览了在那所房子里拍的照片 我心不在焉地看着屏幕上的照片 心情还没恢复过来 其中有一张生活区的照片 照片上是撕破的窗帘 破旧的椅子 还有几个女孩 我注意到 她们身后有一串串蓝色的光 每张照片看起来都不一样 金色和浅黄色交织在一起 我挑起一边眉毛靠了过去 那是什么 我问道 同时 她滑向了另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里 那灯光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形状 就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 那看上去就像个人一样 其中一个女生惊叫道 我拿过照相机 快速浏览起那些照片 下一张照片 是凯西下到地下室里 那灯光 在苍门附近形成了一只手 我再次迅速滑了过去 最后一张照片 是苍门关闭之前 凯西在地下室里的影像 我立刻注意到了那黄色的眼睛 但直到现在 我才看到的是 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 浮现出一个笑容 我从屏幕上抬眼看向凯西 她看了看我 而她的嘴角上 挂着同样的笑容 我从屏幕上抬眼看